謝謝我們兩位年輕的帥氣美麗的主持人 楓桃議員還有忠誠議員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我們正義姐 我們立法委員第三選區候選人姚正義 再上有我們的國民黨黃建廷秘書長 剛才我們部分區移民柯知恩委員 未來的委員 還有我們在場有我們很多的台南市議員 晏柱議員 智春議員 淑慧議員 美燕議員 我們還有我們高斯伯 斯伯修 我們所有在場很多的貴賓 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所有我們立庭正義的大哥大姐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這邊有沒有信心 我們要不要正義當選 今天我來到這邊非常開心 首先我要感謝正義 我參加正義來我這邊參加好幾次我的場 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參加他的造勢大會 我看到今天人正如說從頭做到 我們這一次一定會當選大家說對不對 跟大家報告正義啊 他今天來參選 我覺得非常有勇氣 而我們在去年的時候就曾經討論過 我對於正義他服務的精神 正義的一個出心非常的感動 從去年他決定出來選議員 然後到回到他的故鄉去選議員 整個過程當中打得非常的艱辛 最後因為一些原因沒有能夠當選 但是這一次我們再接再厲 回到了我們的中西 我們的北區安南區 在這個地方來全力的奮鬥 我覺得他這種精神 值得我們大家來敬佩來鼓勵 今天正義我覺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一個勇氣 而且他今天他的背景 他的條件謝謝正義大姐 很多人都在支持得到必多助喔 那我必須說正義他作為一個媒體人 他有天生的正直的心 他有正義的精神 就像誰 就像王洪輝 王洪輝是台北 他以前也是記者出身 然後他現在做立法委員 他在立法院的表現大家肯不肯定 肯定 他發揮了記者的精神 追求正義的精神 在立法院的表現 我們大家有目共睹 非常肯定 我們希望正義也能夠像洪輝一樣 進到立法院 用記者的精神 然後來追求正義 來為大家打抱不平 追貪腐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台北有王洪輝 台南有誰 姚正義 台北王洪輝 台南姚正義 讓我們大家一起為他努力 加油 今天民進黨政府有太多問題要來檢討 今年 我們的年度字是什麼字 大家知道嗎 缺 今年的年度字是缺 我們發現 我們今年缺水 缺電 然後缺工 甚至今年還缺雞蛋 你更不要說今年缺 去年前年也缺 缺口罩 缺疫苗 缺快篩 還缺用藥 什麼都缺 不缺的是什麼 不缺緋 不缺醜聞 不缺弊 不缺弊 不缺子彈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所以今天這個政府缺了這麼多 它最重要就是缺乏能力 缺乏良心 缺乏正義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讓姚正義進到立法院 來幫我們監督這個政府好不好 好 上個禮拜 我在我的選區舉辦一個肇事晚會 我也邀請了很多好朋友來到台南 正義也有來 那時候我一個好朋友 謝國良是基隆市的市長 他來到這邊跟我們講了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他身為基隆市的市長 最近他接到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中央政府要基隆市政府 來清查所有的地下室 要做什麼準備 要做防空避難室的準備 今天他作為一個市長 他發現他要做這些任務 可是他為他的市民 他為他的人民感到非常的心疼 為什麼 為什麼他的市民現在要為這麼殘忍的戰爭做準備 各位基隆要做準備 台南要不要做準備 台中要不要做準備 各縣市要不要做準備 都要做準備 旁邊震動大樓也要做準備 各地的這些大樓都要做準備 各位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為戰爭做準備 這麼樣的危險的事情 我跟各位報告 選立委也是選國家的方向 國家的未來是和平是戰爭 是穩定是戰亂 就是我們手中這一張票來決定 大家說對不對 不只如此 昨天 美國總統大選 他們的共和黨 在做初選 初選裡面的人就在辯論 幾個人在辯論什麼 辯論台灣議題 他們都認 共同認為 要幫助台灣 其中一個人就講 要怎麼幫助台灣 他說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每人發他一把槍 一把AK47 讓他們去跟大陸 如果打上來 跟他們 讓他們去燒台 各位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未來 不是 不是 這樣子 美國想的是 台灣每個派出所 放刺針飛彈 每個人手上 一把AK47 大陸的打過來 還拚到死 這塊的想法 不是台灣未來 大家說對不對 沒有 趕快報告 台灣的未來 和平或者戰爭 穩定或者戰亂 就看我們手中這一張票 我們要選擇和平 拒絕戰爭好不好 好 我們立委這張票 要投給姚正義 幫台南找回正義 好不好 好 我們政黨的這張票 要投給國民黨 讓國民黨過半 讓韓國瑜做院長 好不好 好 我們總統這張票 要選擇和平 拒絕戰爭 選擇好康 台灣好康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來為姚正義好不好 來 姚正義 動帥 姚正義 動帥 正義 正義 動帥 動帥 帶到大家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現代好朋友 我們也幫他醫師加油一下 陳醫師 動帥 來醫師 動帥 醫師 醫師 動帥 動帥 謝謝 謝謝 兩位候選人要加油 繼續努力下去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前